電腦是可以拿你 沒有 非常不爽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 電影裡面設計出來的性愛支持 或者是說 那個表演場面 都不是他覺得女人可能會已經很爽了 都是為了讓男人看得爽好 或者是說 男人的想像這樣子 那 是嗎? 正面起位完了以後 就馬上說 我可能重點比較不在 那個性愛場面比較重點 我現在有點想不起來 我覺得重點是這個 就是莎莎始終在這個 這個過程裡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般 我們如果看到女演員去演的戲 他通常會說的話是說 他怎麼樣崇拜這個導演 對他的指導 然後他怎麼樣在這個電影 在那個小團體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並不是看到一個特意嘲笑的女人 然後一個暴露弱點的女人 有這個東西不可說的 然後 然後他怪怪的 就是說 我們也覺得 當我在說我喜歡貝強帽的時候 聽話其實怪怪的 好像有種不對勁 可是已經想為實體了 會錯嗎? 然後 在那種很 那種氣氛 我其實就突然 突然變聰明 就像殺到死瘋 變聰明 那種聰明 不是傳來是說 唉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你是所謂的你喜歡貝強帽 是不是很喜歡人家服務 然後 那時候 我們大家其實都 有一點呆掉 然後 想了一下 後來我們在場都同意就是說 如果我們想 我們喜歡貝強帽 如果我們一直有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是喜歡 有全套的服務 然後很好的服務 而不是 完全都不是 完全都不是現實中 還有完全都是那個 在真實生活裡面 所謂的那種強帽 可是我們卻 卻錯斥了那麼久 就是說 自己的腦子好像道錯 道錯那麼久 而且都完全都相信 然後 這個經驗 他 我要談的他就是說 我對 對自己 對其他女人 因為女性主義做出了很多的 像 像剛剛 他沒有那麼在乎他的形象要很好 他顯得 他說的話都是很 很有力 很有說服力 而且不會被人家懷 那這個東西 就是說 一直對我都非常有影響 可是這個東西喔 其實他有很大的危險性 也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他是在公開的場合這樣說 好像上手那種狀況 他又可見重點是說 他以前拍電影 又感覺電影的時候 他沒有那麼大 就是他 就是這個附權化很快就把他轉移掉 那是不是他被這個電影有意見 是不是他被女人情緒有想法都會轉移掉 那如果像女人喜歡被強暴這樣的東西